有一种可爱叫小燕子 有一种善良叫紫薇 有一种戴萌叫五阿哥 有一种守护叫尔康 她是球场比赛那个有一些任性 还有一些嚣张的小燕子赵薇 同时她也是位跨界天才 从女演员咬身一变成女版娃菲特 一天就净赚74亿 马云和她是朋友 现如今又跨界成导演和陈凯歌一起平起平坐 小燕子结婚了 对象却不是五阿哥 婚后化身商业女祥人 在2008年的一次宴会上 有一个男人跑来跟赵薇要电话 此人起猫不养 却相当霸道总裁范 她就是新加坡富商黄有龙 虽然她的相貌跟娱乐圈中的巨男美女相比 根本排不上号 但她为了追求赵薇 挖空了心思 贴心问候之余 各种首饰包包都不在话下 什么贵就送什么 可是在婚后就送了赵薇一辆龙年限量版的老斯莱斯幻影 单裸车就将近一千万 在结婚后 本可以选择当夫妻的赵薇 却化身商业女相人 2014年 她与丈夫黄有龙以31亿港元入股阿里营业 半年近赚54亿 第二年 又以每股2港元的价格买入瑞东集团 一天就近赚74亿 硬气精准的投资眼光被人称为鱼板股神 她的朋友圈 也从之前的王妃到马鱼 王靖林等商业大亨 因为喜欢喝酒 她便花了400万欧元 购置了法国孟隆酒庄 成为乐圈买下酒庄的第一人 每年还会产出3至4万瓶黄酒 甚至出口到新加坡和日本等地 但走得太快 跌倒也是分分钟的事 2016年 赵薇夫妇因以空壳公司收购上市公司 遭到证监会的市场进入5年处罚 随之新人好友马云 也立马与她批心关系 不过商人向来只有利 没有意 谁认真 谁就输了 但马是前提前的赵薇 曾经火到拍广告时 刘烨都为她当背景板 1976年 出生于安徽省五湖市干部家庭的赵薇 父亲是工程师 母亲是小学教师 于是初中毕业后的赵薇 按照父母的愿望 选择了师范院校读诱诗专业 1993年 画魂剧组在安徽去景拍摄 机缘巧合之下 17岁的赵薇成为其中的群艳 从此 这位小姑娘坚决不当孩子王 而转行当演员 便报名了现金等横通演示学校 随后 1996年 以全国第一的成绩 考到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 直到1998年 环珠哥哥的开拍 改变了她的一生 当时全儿阿姨找到赵薇 想让她饰演紫薇 而小燕子则有名心如出演 但这被赵薇当时的老师给阻拦了 认为赵薇的性格不适合演紫薇 如果要参演的话 最好换个角色 于是赵薇找到琼瑶 并说明想法 并凭借她那双零度的眼睛 最终让她出演了小燕子 而事实证明 这是正确的 赵薇成功把那个古灵精怪 却又善良充满正义的小燕子 深深刻入到每位观众的脑海里 成为一代人的回忆 据说当时两岸三地追她的人 能排十条街 粉丝街的信 隔天就要用马带装一刀 得让黄晓明帮忙 从传达室被到宿舍 紧接着 环周二和请深深远茫茫的播出 一时间赵薇的知名度 窜上了顶风 加油护晓 甚至当时拍广告 连刘夜和杨蜜都成了背景板 曾说万人追捧的女神 为何在夜之间 跌落神坛 2001年夏天 赵薇在美国曼花顿 为时装杂志拍摄 春夏服装的宣传照片 因其中一张照片的服装图案 可全王指责 引起了很大争议 即使随后赵薇及其团队 公开向全国道歉 人们的讨伐声还是不断 更有人说要永久封杀她 这让当时正哄的赵薇 远期大伤 也迎来了几年的沉寂期 虽然几年后 终于怀了赵薇清白 是被自己最亲近的闺蜜陷害所致 但此时的她意识到 演员想一直哄下去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于是在2006年 赵薇重回母校学习导演时转战幕后 所幸付出的终有回报 2012年 赵薇以导演身份 判设了至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 在面对资方提出的各种要求时 更是霸气回对 我是来给自己当导演的 最终这部影片也狠狠地为赵薇争了口气 以上映就取得7.26亿高票房的好成绩 让赵薇成为了首个票房过一亿美元的华人女导演 随后在2019年 赵薇更是担任了综艺 《演员情局未理》的导师 与著名导演陈凯歌 郭敬明等人平起平坐 抛开其他 不得不说赵薇是当代独立女性的典型代表 他拿过不服输的剑儿 与小燕子真有那么几分相似 期待作为导演的他 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吧